我每天每天每年每年都在做很多差不多的事情 所以你会容易皮掉 来呗 我很怕自己把一件事情做麻木了 我是秦薇 今年35岁 这两句往后放吗 所以要肯定完之后直接接7秒机 我觉得可以啊 好 OK 这本书是行李因为杀青了 要把所有的这种零零碎碎的东西都带走 见证我收香水的时刻 这是我的刷牙的牙刷 这个牙刷牙一定要带 前两天吃鸡把牙给崩了一半 这脸蓬筒要给她安妮 其实真的超级好用 比如说像这种香水 一排的 这是我的口红 各种颜色 在剧组里面很好用 我们团队里面很多都是小女生 所以我把所有东西摆开的时候 她们都会来就是浏览圈 甚至问我 秦哥你安妮什么颜色啊 你哪个颜色色号插出来给显得白啊 或者是适合夏天啊 然后我就一个人就跟她们说 我的日常就是一个 美妆时尚博主的日常 这个概念是男生抢家给女生的 但是我告诉男生一件事情 如果女生不这么肤浅 爱好换成喜欢车 或者是换成喜欢表 你的钱包就复合不来了 那是不是男生还是觉得女生 付钱就比较好 女生很容易满足嘛 对不对 比如说她今天买到一支 特别好看的口红色号 这女生这一天都好高兴的 女生多善良的物种啊 多好 对不对 咱们先拍一个特写 特写啊 不是所有女生素颜都是仙女 但是不代表你素颜不是仙女 你不可以变成仙女 正面一点 纯正面 对 正面照了 对 二十多岁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 和现在拍出来的照片 之所以我本人看都很像是 整形前和整形后 就是因为那是一个 试错的一个过程 对吧 那我可以进去说了 对 好 女生对很多智慧敏感 什么抗咒啦 提拉紧致啦 或者是这个东西显年轻啊 这种啊 可能非常不 非常不经意的 这些都会刺激到 我也会被刺过 就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口红颜色 就显年纪大 但是呢 说出来好像有什么 就 眉头一抽就 好 维持美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不容易 比如说 五六十岁啊 或七八十岁 还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状态 我看到我有一丝的心酸 其实还真的会 付出非常大的辛苦 去支撑大家看起来的那个美 看起来的那个年轻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啊 再忙再累都可以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现在三十几岁 就撑这个东西非常累 比如说 生孩子这个阶段 因为我生的时候 差不多长了个四十多斤 这是一种 崩溃式打击 我就很想要快速地瘦下来 当时刚出月子 然后就去 就是做很激烈的运动 我就被医生大骂 就说你这个骨头都还没有就是揭好 因为生小孩这件事情 社会会给女生 她生过孩子这个标签 所以女生就想要迅速回到说 我其实你看我生完小孩是一样的 是想要重新建立回这个自信的这个过程 我也是在任何方面 都是从二十多岁开始 懂得慢慢要了解自己 你才能变得更好 你四十岁的成熟和气质是 是小时候没有办法达得到的 所以在跟时间较量的过程当中 就可能分一点给你可能赢的部分 放松一点 你势必会输的部分 我本人对于未来是很有期待的 而不是一个消极地面对我即将老去的未来 停 爸 子饭 下场了 OK 久了不久还是很想 然后每天都要打电话 然后微信 他很喜欢就是加娃娃 然后呢 他们就给他买了一个简易的加娃娃机 他具体的操作就是 把这头一个B 然后就可以这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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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一次的拍戏是唯一一次 就是没有带他到剧组 他开始进入到上学的阶段 所以你还是不能打断他 要去上学的这个节奏 我可能会分出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 因为他也不需要太多我们的陪伴了 来 看一下头发 非常好 摔到抱上 我们必须要根据自己不同家庭的状况 去调整自己家庭的分工合作 所以我们是陪着他一起长大 而不是只是他长大 好 来 我们试一下 所以你先坐在这边喝酒 喝酒 听音乐 你只要进来坐下 那你就把耳机给他 去听歌 好 准备 3 2 1 3K 好 快乐在耳畔啰嗦 青春消除了旧火 爱是雨滴化作糖果 3 3 3 听过听过 听过听过 我就觉得现在的那个真心好像又更真了 对于情感的东西更敏感了 就更容易触动到我相对柔软的那个位置了 在心中发热 反复重演 不见的思念 我进族的第一天 洗手间的蛮夹的事 到现在都还看到那种 就是一点的那种伤 我是那种对时间流逝 比较不敏感的人 我非常喜欢那种 可以看得见 鸡心在动的鼻子 就是里面可以明确的看到 整个时针分这秒针在动 整个轴在动 看到这个会让我觉得时间在流逝 时间在追赶你的是这件事情 就是你要把你的当下过好 但是呢 这是你需要在意时间的一个部分 另外一部分 忘记时间 我们一直都在自我认识的一个过程 也是自我打脸的一个过程 打得最厉害的就是 我曾经参加一个综艺节目 然后当中里倒提 就是说 你会接受异国恋吗 我说绝不可能 结果到三十岁就狠狠地 糊了自己巴掌 这样觉得好 我知道了 现在您在干嘛呢 我在点仓 俊娥有些时候 她的中文看不太懂 我就会承担起点外卖这些事 我完全知道她吃什么 就是老几样 我也喜欢吃那种麻辣的 蛤蜊的肉之类的 辛苦了 她从哪个口出来 我比较喜欢给这种小惊喜 我敢保证百分之九十九 她应该不知道我会来 现在四点多了 而且幸运三个小时以后就要上水了 她肯定不会觉得我会来 我们的社会很容易忽略掉这个全职妈妈这个职位 虽然我也完全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全职爸爸 但我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在陪伴Lucky的成长 我甚至觉得有的时候工作是简单多了 因为有我老公和我妈妈在 我会这方面很放心 这也可能为什么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 我并不觉得在家里面操持家务 带小孩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在外奔波的人 你是顶梁柱 但是如果你这个顶梁柱 没有家里面这个支撑的话 你顶不住 我跟我老公的相处也是一点一点磨合的 我跟我老公的相处也是一点一点磨合的 我不需要对方为我改变任何 我也不希望你到最后来跟我讲说 你看我为了你变成这样 在我们俩有这样的前提约定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我们彼此为彼此改变了非常多的东西 没有因为你经历了更多的历练而变得更圆化 像我现在这样的阶段 我在没有Lucky之前 我觉得我大概都已经要放弃童真这件事了 我不喜欢粉色 我不喜欢娃娃 我也不喜欢这种 就是太娘的东西 但是到了有Lucky之后 他喜欢粉的 他喜欢娃娃 他喜欢很童趣的东西 我就因为他我要接触这些东西 然后在他的身上 你会看到很多童真的一些东西 你觉得那个东西那么美好 你为什么不喜欢它 你要拥抱它才可以 接着自己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拥抱它 他在这里 所以我会看到很多东西 你会看到你 你会看到它